你又不會覺得拜登很可憐 拜登 小心 這是有點被逼公的感覺 我怎麼聽到很奇怪的聽音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或美國總統拜登支持 對戰前總統川普 如果賀錦麗 能獲得民主黨正式提名 正式對上 最近才剛從暗殺事件中 死裡逃生的共和黨川普 到底誰能勝出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對賀錦麗與川普的 近期民調平均結果發現 川普的支持率為48% 賀錦麗為47% 雙方競爭是軍力敵 沒有明顯的領先者 川普跟我們台灣要保護費 因為民進黨的官員他們的回應 有些人覺得有點狀況外 就是人家的施制要求當成是 對方只要進食 我覺得那個台積電 是進行了多少的辛苦 不管是怎麼樣 他就是我們台灣的一個驕傲 那川普認為因為台積電 然後就把我們認為 就是為了保護這個 然後跟我們說保護費 我個人認為說川普就是一個 非常以商業利益 美國利益為優先的 他就是把錢寫在他的額頭上 所以我們要認知 這樣一個有可能當選美國總統的人 我們就是應該了解 他這個未來的一個形式的一個風格 大家就直接一點 如果你認為說要來讓美國可以保護台灣 或是台灣以後為了要加入任何的國際組織的話 你就跟他談好條件 到底需要多少錢 我們把保護費把它明確化 把它的這個價格把它明定化 我覺得是對於美台之間未來來說 未常也不是一個方法 對一個這麼直接可以把利益放在前提的人 不用講太多所謂的民主自由 共享的這樣子的一個價值理念 反而是用一個非常具體的方法來 或許這對我們來說的美台關係 會更加的明確化 那我看吳施耀他就有問他這一題 然後他說不用看川普怎麼說 看他的副手怎麼說 因為副手一直很緊張 基本上我們在任何的選舉 沒有人看副手到底是如何說 總統才是最大的一個主軸吧 所以我不曉得副手 而且副手說實在的 那是他過去的一個言行 當他真正當上副總統的時候 他一定跟隨著總統的意志 那個時候是挺台未來 在以利益為導向之下面 他挺台的做法是什麼 是要付出更多的錢呢 還是如何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待川普 未來在美中台三藏關係當中 他的利益擺向到底是如何 台灣應該要好好的做出一個應對的方法 才是最大的一個決策 我看川普昨天這首媒體在訪問說 台灣應該要交總統的誤費 還指控台灣強了美國的這個金片成本 會不會覺得說 在他這樣的言論 好像身體很認真 那現在民進黨不要在下面抗鬆 我想川普不是對台灣這樣子 那美國呢 從川普當選之後 到拜登 到了最近川普受到槍擊 他又講出這種言論 沒有意外 他對日本也是一樣 對北約 甚至對其他國家 菲律賓等等 川普的主張就是使用者付費 所以台灣如果需要美國老大哥的幫助 你就要拿更多的錢出來 所以這一點我想大家要很理性的來看待 我們一定要避戰 當國家的元首 領導人你要有智慧能夠去談判 來避戰 而不是引戰 當你引戰的時候 各位想一想 我們所有什麼社會福利什麼都沒了 只要開戰 那不但要面對強大的軍費的支出 而且還要付大批的保護費 否則你根本不足以跟對岸來對抗 所以川普講出了美國對台灣的真心話 那我們要怎麼共同面對台灣這個危機 所以要化危機為轉機 就是一定要走和平的道路 兩岸如果沒有和平 我跟你講沒有任何一個家庭 能夠承受得了兩岸的兵容相見 你怎麼看這個美國的前總統川普說 美國一直保護台灣 應該要跟台灣收保護費 我相信現在美國正在競選當中 各種的主張都有 我們都是以一個審慎客觀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美國這次的選舉 所以我們國民黨的代表團 現在正在Milwaukee來官選整個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然後七月完成之後 八月我們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我們也會有官選團代表團過去 那我們都是聽這些總統候選人或副總統候選人的一些重要政見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中華民國要自立自強 我們自己能夠把我們的國防穩定 然後第二個兩岸關係能夠溝通對話 這是國民黨的主張 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和平交流 能夠減少衝突的機會 因為過去蔡總統任內 其實我們就已經花了8000億 等於說對台軍收這部分我們就花了8000億 難道我們付出的還不夠多嗎 怎麼川普還會講說 要對台灣收保護費這樣子的言論 要我們台灣付那麼多錢 我們台灣有多少錢 台灣還有多少的這些中下階層好辛苦 台灣很多年輕人買不起房子非常窮 莫忘世上窮人多啊 我們把錢拿留在國內照顧我們這些中低階層的平民百姓吧 還有這些年輕人 年輕人不敢生小孩啊 他是月光族喔 你叫他怎麼生小孩 甚至有的年輕人是躺平族 根本沒辦法生小孩養 他養自己都有困難躺平族 一個月四萬多塊 他租房子還有他的交通費 還有他要吃怎麼辦 所以他們今天講到要我們付保護費 那不是便宜的數字 那是天文數據喔 要弄清楚喔 不是幾千萬幾億的事情喔 是幾百億上幾千億的事情喔 我們怎麼辦 我們這個錢為什麼不留在國內搞我們的建設 搞我們的教育 搞我們年輕人就業的市場 搞我們的這些相關的電子產品的產業的升級 搞我們的AI產業我們的機器人 相關機器的這些自動化的裝備 我們為什麼不這樣走 無論要這樣走 要福利抽薪 我們要認清整個大環境 不要被做美國的傀儡 我們要做自己中華民國的主人 而不要做美國的傀儡 我們都走錯了方向 國家戰略方向絕對不能錯 哲倫斯基就把烏克蘭帶入毀滅 那我們為什麼要付烏克蘭的後塵 我們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喔 我們要自己做我們自己國家的主人 不要把這些錢平白送給美國人 美國現在經濟非常的慘 美國國債34.7兆美元 他怎麼翻身 他就開始要對我們台灣動腦筋 我們台灣有一些錢 那我們台灣錢要留在國內 照顧這些年輕朋友嘛 為什麼要拿給奉送給美國人呢 有沒有買的這些武器 有的武器是不能用的 你那個M136的火山布雷系統 那台灣可以用嗎 都是平民百姓 你可以用這些布雷來炸自己的人民嗎 那個是要用在海上 兼敵於海上 兼敵於灘濟灘頭 怎麼可以放在這個城市站 這都是戰略錯誤 我認為要 我們在這邊我們要 要深思熟慮 要深思民辨 要居安思維 要有憂患意識 而不是一味的怎麼貼到美國 我們貼到美國 現在要寄到 越戰的結局是什麼 烏克蘭的結局是什麼 我們都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國家的戰略不可以有任何 絲好的插詞 不有任何的錯誤 我就認為 這個大方向 其他小方向小之間沒有關係 大方向絕對不能任何賞失 但是現在我們現在走在 錯誤的國家戰略上面 這是非常可惜的 謝謝你 向文財 有紀錄 айн 請請請來 wonderful